第七题乘第六题 如果小球运动至位于北方的A点时 绳子断裂 则小球会朝哪一个方向运动 我们晓得绳子断裂之后就不再受向心力 它就会沿切线方向运动出去 那么我们的小球是这样运动的 所以A点的切线是朝这边 那么A点是在北方 所以右手这边就是东边 所以小球会朝东方运动 第七题问我们说 则小球会朝哪一个方向运动 我们答案选择是A 东